哇 这也太严重了 哪都过不去了 看着前方被洪水冲毁的道路 北京门头沟民众待占原地 没想到转头又看见惊人景象 原本树立地面的大型牌楼 下半部完全泡水 四周围水势湍急几乎没有撤离的可能 周渡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北京附近多条铁轨遭到淹没 当中一列K396次列车 更因此在雨中滞留两天两夜 从我上车到过旧是其他 之后呢就是一直走 走到了这个门头沟的这个车站 一直在这个地方停着 现在没有动作 乘客7月30号上车后就受困车厢 北京武警直到8月1号才抵达救援 并带着上百人以徒步的方式 冒险走过多个悬空路段 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 穿了八个隧道 轨道悬空的地方有三处 下面都是有湍流的积水 北京到处柔长寸断 肋银滩景区的游客中心 充满泥沙汗垃圾 就连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指示路标都只剩上半部 大陆华北灾情多到整条淹水 道路满满的都是橡皮艇 通讯中断也拉高救援难度 我们现在手机啥全都没电了 都连不上 要是有能连一下的话 尽量投奔请进 因此得使用无人机 像失联村庄空投充电器 和卫星电话等 或是徒步好几公里 背出儿童或行动不便的老人 画面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现场是有大概十几栋的建筑 它们的一层都已经完全进水 水深处是有三米多高 我们发现最高的地方 其实已经接近了一个公交车站顶棚的 大陆气象单位指出 这次光门头沟的平均降雨量 就达到322毫米 当中最高的是门头沟高山玫瑰园 也有580毫米 创下平时雨量的三倍之多 大陆媒体整理灾情地图 发现淹水范围相当广 在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和桥东街的交界处的中昂时代附近 山洪已经将桥面淹没 只剩下明黄色的桥边护栏 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能够看到 这里路上的白色护栏 已经被洪水乘排冲走 中昂时代南边是门头沟区政府 从视频里能看到路面已经被水流淹没 门头沟政府东南侧的道乡村前 一度水深及腰 中门寺生态园区附近同样受灾惨重 大水直接冲走 十几辆的小轿车还有大卡车 那么目前为止 北京地区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60毫米 这也是远养超过了北京721的平均降雨量 大陆气象分析这次灾情惨重 主要受五大因素影响 包含降雨时间特别的长超过70小时 影响范围大累计雨量大 局部降水量特别高 还有地形特征明显等等 各项统计基本上都高于北京2012 还有2016年两次重大的水灾 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下方是有很多损毁的车辆 目前北京部分地区大水逐渐退去 却留下满地的垃圾还有受损车辆 但镜头看不到的地下室还是呈现淹水状态 我们现在正在家里抽掉抽水泵 对这个地下车户以及居民的地下室进行抽牌 然而北京之后恐怕轮到黑龙江挫泪弹 当地已因为暴雨发生桥梁坍塌 一台白色的轿车闪避不及当场坠落桥底 过程也被后方车辆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竟好白色轿车的驾驶最后被路过司机和乘客 合力救起惊险保住一命 追根究底恐怖雨灾还是与杜苏瑞有关 自从7月29号杜苏瑞才于环流中心抵达河南河北后 旁边的高压霸阻挡导致云雨带浙流 紧接着随后生成的卡努台风也在输送水汽 最终导致华北爆发极端降雨 还一口气创下140年以来的雨量记录 讽刺的是这波雨灾发生前两个礼拜 大陆才刚出版一本习近平的治水论述书集 如今看来恐怕是毫无用武之地 比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